这个短片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国际版 不是台湾喔 大家听清楚 国际版即将要上市了,在2022年的2月11号 也就是说台湾又玩不到了,因为 他这边Steam已经讲好了,你无法 下载,无法购买 如果你搜寻Lost Ark在Steam上面的话 那这一款游戏呢,目前你看到这个画面 这是我按右键翻译的,所以他会呈现出来是一个 他原本是英文的 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个是 跟你讲2月11号 那有一些常见问题喔 他这边都帮你列好了 他将于2月11号推出,然后在Steam上面可以下载,你也可以透过亚马逊的账号去下载 那这边呢 可以确定的就是说他在这么多国家上市 连委内瑞拉都有 就是没有在台湾上市,那为什么没有在台湾?因为 乐意传播已经取得代理权了 那这时候呢就要看乐意传播的 工作效率了,如果他的工作效率非常慢的话 那很显然一定会低于 一定会慢于这个2月11号 才推出来 这就是相当悲哀的地方,台湾人又再次的成为 次等中的,次等 再次等的公民了 第一开始是在从那个 韩国,然后再来是 俄罗斯 然后现在又在这么多国家 这几十个国家,笑死 结果你看 现在台湾 可以说是最边缘,最落后才玩得到这个游戏 那这一款游戏他是免费的喔,然后他会推出 在这些伺服器有好几个伺服器可以选,因为他太多国家了 那看起来就是没有台湾,而且他一样锁区喔 你在 其他的这些 以外的国家都是 玩不到的,就像我现在搜寻的 Steam账号是没办法购买 也就是没办法按预定啦 这个是不用购买啊,也是免费游戏喔 所以这就是台湾人相当悲哀的地方 被排在非常后面 这个新消息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 目前还在思考要怎么去弄一组 北美那边的Steam账号来玩 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再分享一下那个流程 là这个游战 字幕后的简单 他这次稍吻 下班